OK,我們這個單元要跟同學講一下這個字母的大小寫轉換 怎麼樣來寫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同學問到說我們classwork的八字四 應該要怎麼樣來寫這樣的程式嗎? 那八字四的題目是這樣,他就算寫一個韓式 這個韓式可以將一個字串中的英文字母由大寫轉成小寫,然後小寫轉成大寫 但是如果不是英文字母的話,他就保持不便 在這邊我們因為要鍛鍊同學一些思考邏輯 所以不要禁止同學用內建的這種大小寫的轉換韓式 那要做大小寫之前,我們就必須要先了解這個ASCII Table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是說 字母的話呢,如果是大寫,那它的這個實境位 會從65到90 就是ASCII Code的話,因為一個字元有八個Byte 那八個Byte的話可以代表256種 那ASCII Code的話呢,它在之前都是 就是把它從0到127,一共有28個 用了一半來代表這個字元 那大寫的英文字母呢,是從65到90 那小寫的英文字母呢,是從97到122 那我們發現呢,大寫跟小寫字母之間呢 他們有一個固定的差值,就是32 固定差32 所以,如果你要從大寫變成小寫,你就加32 如果是要從這個小寫變成大寫,就減32 那,英文字母如果大於65到,然後小於90 那它是大寫的英文字母 如果是大於97,然後小於122 在這個範圍呢,就是小寫字母 其他的就不是英文字母 OK,那由於這樣的認知之後呢 我們就很容易寫一個,叫Convert 就是做一個字元轉換的 那你可以丟進一個字元,然後呢,回傳一個字元 然後在這邊我們宣告一個變數叫Result Result的話就是我們轉換完之後的那個字元 OK,那先判斷一下 如果呢,是,這邊寫錯了 這邊應該是大寫 如果它是大寫,這邊應該是寫字改成大寫 如果它大於65,而且and小於90 那它就是大寫,那你要把它變成小寫 變成小寫的話你就加32 就是這個Result會等於你傳進來的加上32 那如果是小寫 OK,小寫的話呢,它是介於97跟122之間 那這樣的話呢,這個Result呢,就等於Input-32 減32之後會由這個小寫變成大寫 然後再另外的條件就是else 如果這兩個都不是的話,代表它不是英文字母 不是英文字母我們不需要轉換 所以Input就是Result 那Result呢,由Input做完一些加減之後 那你最後把它return 這樣的話呢,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英文字母的變化 那它的主函式呢,我們寫在Classwork84裡面 那因為我們要求的是一個輸入一個字串 所以我先宣告一個這個字元的一個陣列 OK,那最多呢,我們把現在100個 然後有一個I跟一個Lens 這個Lens呢,是將來要求這個 就是要計算一下這個你輸入的字串有多少個 列印一個提示字元 那在這邊有一個getCHAR getCHAR呢,是取得字元 就是你鍵盤打什麼它會幫你取得 那為什麼要在這邊多一個getCHAR呢 是因為我們寫了一個main menu 然後當你要輸入這個字串之前呢 你在選擇哪一個就是第幾題的時候 你會有多一個enter按鍵 所以呢,這個enter按鍵呢 你必須要先把它 用getCHAR先把它接收過來 因為它不是我們真正要輸入的字串 OK,那這個是一個技巧 那接下來呢,你令I等於0 然後跑一個loop 那這邊的話呢,這個getCHAR 我們有講過就是 你敲每一個字元 它就會幫你記錄,然後呢 回傳 那回傳之後呢,我們要把 你在鍵盤敲入的那個字元 存在這個陣列裡面 就是str裡面 然後你會從0開始 從0開始 然後呢 一直你每敲,比方說敲A 它就把這個A存到String 然後這個I每次會增加一個 那直到什麼呢? 直到你按下enter鍵 這個是enter按鍵 你的字串如果按下enter鍵的時候 代表你已經完成了這個字串的輸入 OK,那這個I呢 就是你每增加一個 每輸入一個它就會增加1 所以到最後你完成按下enter的時候 你輸入5個I就會是5 輸入10個I就會是10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I呢 另成lens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得到說 這個I 這個輸入的這個 字元一共有多少 長度一共有多少 好,那得到這個字元之後 字元陣列之後呢 我要輸出錢 輸出的話用put 然後裡面是一個字元 看你要輸出什麼字元 那照理說我們應該是把這個陣列的字元 一個一個輸出去 可是因為我們要做一個轉換 那這個轉換呢 就是大小學轉換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就呼叫我的convert alpha 然後對每一個 那個字元陣列裡面的元素 所以這裡要用I 一個一個拿出來 進行轉變 進行一些這個字母的轉換 轉換之後再用put CHAR把它 這個 一列印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用printf 那printf的話呢 可能這邊就要做一些這個 改變 put CHAR就是一個字元 一個字元把它丟出來 最後 列印換 然後停止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程式 好 好 然後 然後 好,現在呢 我們要輸入第八個classwork 然後現在輸入第四個 好,各位看一下齁 這邊 因為 你當你按enter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getCHAR它會讀到 你那個enter OK 所以 如果你沒有用這個getCHAR的話 它 string0 就會把這個 這個 就是把那個換行程式 把它放在string的第0個字元 這邊 好,那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開始打 講說 這個 ASDF 123 B G OK 好,這樣輸入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跑for loop 把那個字元 選剛剛你輸的字元一個一個的讀進來 好,最後呢 在這邊 train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ASDF 然後123 BG 好,那最後有一個enter 我們按enter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這個file loop 好,那你看這個A呢 這個字元A呢 它這邊給一個值叫做97 那這個時候呢 你回過頭來看這個表 小寫的A呢 就是 確實就是97 小寫的A就是97 好,再看一個 大寫的S是83 大寫的S 在這邊 大寫的S在這邊 它是83 好,OK 所以說 這樣的話 各位就可以把這個字元其實跟 一個整數稍微對起來 然後 就可以在這邊做 好,第一個呢 你在這邊的話 可以按F11跳進來 好,跳進來的時候呢 看一下input 我們第一個字元是A嘛 對不對 它從0開始 所以 這個train進來 這個是A 這是小寫的A 那小寫的A的話呢 它就會跳到這裡 我這邊寫錯了 這應該是小寫的大小 OK 它就會把它去減 好 減完之後 各位看一下result result result就變大A 因為減掉32 變大A OK 然後就return return 一put出來的時候 它就變大A OK 因為它已經把小寫變成大寫了 好 那接著 去debug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我們就讓它繼續走不做debug 它就可以把它做一個 確實把它一個大小寫的轉換 然後其它像數字的話 它就不輕輕轉換了 OK 好 那 這個呢 就是我們 這個 placework 八字四 字母 大寫轉小寫 小寫 小寫轉大寫 那其它字元不變的一個 這個程式的寫法 好 好